下面就是另外两种 供机和供机电机 这两种主态的频率响应 我们就不再像共设那样的详细的去分析了 详细分析那也没那么多时间是吧 我们看看这个电路 给出来的就是一个交流通路 没有画它的原理图 首先高频低频我们不说了 反正偶合电容旁诺电容差不多 对每一种主态影响差不多的 类似 就说说高频吧 高频主要影响带宽的 因为上线频率减去下线频率 下线频率一般都很小 从这个电路画出它的高频等下电路就差 一样的BAT模型换成五个元件参数 这个电路分析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又做了一个近似 把这个RBB撇电阻忽略掉 这个电阻比较小 所以就干脆直接接地了这里 把它短路掉 就这个图 这个图出来了 它的传递函数 VO比上VS 这个传递函数我们可以推出来 推导过程不说了 推导过程不说了 在这里只说一件事情啊 大家想一想 这个是输入回路的节点 这边是输出回路节点 这两个节点之间有没有跨界电容 有没有跨界电容啊 没有 没有跨界电容是不是就意味着 没有那个迷了等效电容 没有迷了等效电容 所以共积极放大电路和共设极放大电路 它们之间带宽上的差别 实际上最主要就集中这里 因为它这个电路没有迷了等效电容的效果 所以这个PNG电容原来是多大 它现在就是多大 在电路当中产生的影响 你想想看 如果存在Miller等效电容 共设极的放大电路 它那个等效电容的容量 比原来PNG电容容量要增大很多倍 电容越大 它的上限频率会越低还是越高 越低嘛 2πR4一分之一嘛 电容越大 上限频率会越低 所以共积极放大电路 它的上限频率要高于共设极的上限频率 原因就是共积极实上在这里没有迷了等效电容 可以同样也可以等效成这样的电路 这个等效过程呢实上把这个电流源断开 这里没有电抗元件 所以把它断开的时候没有等效的迷了电容 等效的它在求表达式 底下表达式的推导不说了 最终我们也可以得到它的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里面两个RC电路都是低通 这个是通带争议 这个通带争议和共设的 大家还记不记得 共积极放大电路的争议和共设极放大电路争议表达式 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是RBE 这个还是恢复到RI 共设的是这个 共积极的呢 这是共设 共积 共积极的争议是什么 VO比上VS 有没有负号 没有负号 BETA 我们这里简单写一下RLP 底下RBE RI RS 加上RI 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 那这里出来以后我们能不能够就得出一个结论 共积极的这个对信号源的争议和共设计的对信号源争议 它的争议值是一样的 可以吗 这个地方是最容易出错和经常出错的地方 这两个一定不一样 一定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我们看这个表达式 把这个表达式再变成这个 化成这个R1这个电阻 RBPE除以1加β 最后表达成这个形式 这个形式和那个形式是一样的 注意这里表达式里这个RI 这个电阻的形式是它吧 这是共积极放大电路的输入电阻 你看看共积极放大电路输入电阻 RBPE除以1加β再一并联 是不是很小 很小 这个电阻 共积极里的这个电阻 它是非常的小 这个电阻 它是比较大的 还记不记得这个电阻 RB并联RBE 这个地方共设的 RB并联RBE 这个电阻就是它 所以这两个争议不一样 当你把信号源内阻考虑进来的时候 这个分压系数是不同的 共积极放大电阻 大家还记不记得 三种阻态里面 输入电阻最小的是哪一种阻态 还记得吗 共积极 输入电阻 不是输出电阻 共积极 就是它 这个输入电阻 三种阻态里最小的 所以这个分压系数 要比它小很多 所以共积极对信号源的争议 要小于共发射级对信号源的争议 这个争议大一些 这个争议小一些 这是我们得到这个结果 这一点呢 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很容易出错 那么其他的 就不说了 两个转折频率 如果它们两个离得比较开 那么只取决一个 上线频率是选 低的那一个 频率低的那一个 下线频率选频率高的那个 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这个FH大概就等于FT 这个FT知道是什么东西吧 还记得吗 Beta的三级管的特征频率 是吧 Beta的下降到一倍时的对应的频率 Beta BG7特征频率 那么这些参数有了 就可以把这个电路又等效成这个模型 这个电路模型出来了 这个等效的电阻就是它 等效的电容是它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等效的电阻非常小 RE 这个RE电阻很小 这个RE电阻很小 这个CBPE只有剩下这个发射节这个电容 这两个一层实际上这个实验长度很小 所以使得它的上线频率变得非常高 这上线频率变得非常高 它的浮频响应曲线是这样 相频响应没画了 相频因为没有 相频的AVS里面 AVSM里面它没有负号 所以它是从零度开始 这不是负以为二十度开始 这里没画了 这个上线频率就等于FT 而FT对于供设计主态的Beta来说 实际FT在这里 大家想一想 供设计输出电流比上输入电流 是不是就是这个Beta 供设计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就是Beta Beta到这里已经到了只有一倍了 你想想看这个时候供设计的增议 电压幅增议还是不是变小了 Beta都已经降到一倍了 你想这个增议肯定小了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供设计的增议还是很大的 刚开始转折 这里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供设计放大电路的上线频率 或者说它的带宽 要比供设计的带宽要宽很多 宽很多 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 带宽宽了 增议怎么样 对增议小了 这里又反映了增议带宽 其实常驻的这个概念 因为三级管没有换 信号源没换 只是把主态换掉了 一个是供设计主态 一个供计计主态 这个供计主态的增议会下降 它的带宽会变宽 而供设计的增议扶植比较大 但是带宽是比较窄 它们的层级是近似相等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忽略的因素 所以它是近似 最后一个供计电机 供计电机电路呢 我们也不详细的去分析 同样电路模型 用派模型 把外面元件放上来 这是它的高频 低频的不分析了 低频反正都是偶合电容 旁轮电容的影响 不分析了 高频响应通过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我们再变一下形 画成这个 从这个图到这个图 没有变化 没有什么其他的变化 就是把电路形式变了一下 C不是接地的吗 这C直接接地的 直接把这根线放到下面来 这个电容就是B撇到D之间 这个电流源就是E到D之间 那就放到这里来 这个电容和这个电流源 把这两个元件放下来了 这样一变化以后呢 大家注意这个图 这个图这边是输出回路 这边是输入回路 输入回路 这边有个B撇点 输出呢是发射及E B撇到E之间 是不是有跨界的电容啊 那同样我们要进行 米勒等效的时候 这个端口看进去 也有一个等效的阻抗 把这个电容 通过米勒定力 等效到这边 也等效到这边 那么但是啊 因为这个电路是供给电机 供给电机它有一个特点 这个端口电压 比上这边的电压 是小于E的 小于E 增益小于E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你要利用米勒定理 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跨界在输入回路当中 这个电容 就是这个电容 发射节的电容 这个电容等效到输入回路时 它的容量比原来还要小 为什么会比原来还要小 是因为这个增益小于E 利用米勒定理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这个折算和供设级呢 就不一样了 供设级因为增益是大于E的 源源大于E 所以它的等效呢 就使得电容比原来 比原来大了很多倍 但是供给电机 这个电容比原来变小 你想比原来小了以后 电容小了 那个上线频率是不是更高了 对吧 电容越小 上线频率就越高 而且它等效到输出回路里面 这个地方又不一样 等效到输出回路时 它会变成感抗 原来是个电容 你折算到输出回路 它变成感抗了 你想想看 变成感抗 它的电抗急性发生翻转 电抗急性一发生翻转 它的影响就正好翻转了 它就不再是RCD通了 实际上它是个高通 既然它是高通的话 那你频率高了以后它就不会衰减 是吧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 导致了供给电机放大电路的带宽 是最宽的 三种阻态里面它的带宽是最宽的 而且我们用那个增益带宽级来理解 如果增益带宽级是常数 那你说三个主态的电路 哪一个增益是最小 共极电极嘛 小于一的 对不对 共极电极的增益最小 它的带宽是最宽的 最宽的 这个结论是一致的 这结论也一致 原因在这里说了 这个推导过程 我们不详细讲了 那这就是我们得到的 最后的几个上线频率的对比 β的截止频率 供设的上线截止频率 共极电极的上线截止频率 共极极的上线截止频率 它们之间的关系 共极电极的上线频率是最高 其次是共极极 再下来共设极 共设极的带宽最窄 这就是我们三种主态 得到的一个结论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我们设计放大器的时候 仅考虑带宽 带宽最宽的就是共极电极 那我们是不是 你设计电路的时候 都选用共极电极电路就可以 那不行 因为它的增益小一 你设计放大器 一定要把信号放大 那你用共极电极电路 实际上做不到这样的那个 达不到这样的目的 所以我们经常做 平带比较宽的放大器的时候 用这个 共极极的实际上是最容易的 用共极极放大电路 它是最好的 因为它有一定的争议 它的带宽又比共设极要宽 而且还有一种电路 就是前面之前我们曾经讲过的一种 就是那个组合电路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4.6节里面其中有一种组合电路 我们算出来的动态指标 争议和单击共设一样的 输入电阻一样的 输入电阻一样 但是多了个三级管 构成了一个共设共积极主态 两级的 最后它得到什么改善呢 频率响应 它的平带宽度变宽了 那个平带宽度 要远远大于共设极的平带宽度 我们同样可以分析 用这种方式来分析 得到它的那个上线频率 会比单级共设的要宽很多 这种组合放大电路 实际上就获得了更宽的带宽 争议是单级共设的争议 但是带宽要远远的宽于 那个单级共设的带宽 这就是我们说 那种组合放大电路 带来的指标上面的改善 比较以后 三种主态的这个频率 或者带宽是这样 最后一个问题呢 我们还要再说一说 多级放大电路 多级放大电路 它的频带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多级的关系 这个就不说了 很简单 是吧 它们相乘 然后是前面后面的这个信号源 什么负载 这个关系 这个也不用说了 我们重点说说这个事情 如果用两级放大 那么单级的带宽 和最终的两级带宽 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实际上我们最重要的是 要获得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对我们设计放大电路 是有指导意义的 多级放大电路的通频带 比它的任何一级都窄 一定是比它的任何一级都窄 我们这里不做证明 用一个特殊的特殊的例子来说明 什么特殊呢 两级的频带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级 一级的 纵轴我们没有取分配数 大家注意 纵轴没有取分配数 这个是一级的频带 那么两级这样的频带构成 总的放大电路 是这个幅值平方嘛 对不对 这个幅值是AVM1 这个幅值呢 就是AVM1的平方 这个通带内 这个争议没问题 但是我们实际上关注什么呢 关注这个转折频率点 转折频率点 这里不取分配数就应该是0.707倍 是不是 三分配是根号二分之一的分配数嘛 你不取分配数就根号二分之一 对不对 根号二分之一就是0.707嘛 所以这个倍数啊 0.707对应的就是三分配频率点 这是单级的下线频率 这是单级的上线频率 在这一点上面 在一平方 一平方是不是正好等于 0.5倍的这个值 根号二分之一嘛 这一平方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它对应的下线 单级的下线频率点 两级的增益值只有0.5倍 这边上线频率也是一样的 只有0.5倍 那按照我们带宽的定义 应该是在0.707的位置 才是它的带宽 所以上升到0.707增益的时候 它的下线频率到这个位置了 上线频率呢降到这个位置了 也说它总的两级的带宽 是变成这里 可以看到通过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 可以说明这个结论 这个过程并不是一个严格的 严格意义上的证明 但是从这个例子上面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这个结论有什么意义 实际上我们在设计放大系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你用一级满足不了放大倍数的要求 那就要用多级 你用多级的时候 你一级的带宽应该怎么考虑 一定要宽于你最后的那个带宽 你不能说一级的带宽 按照你最终的带宽来设计 那最后呢 带宽肯定达不到要求 因为它的多级连起来以后 带宽会比原来的单级要窄 这就是我们在设计多级放大系的时候 你怎么样考虑带宽的问题 具有指导意义 这个设计呢 你必须要把单级的带宽 设计的一定要宽于 宽于你最终的那个争议 最终的放大系的带宽 一定要这样做 才能够满足要求 才能满足要求 好 到这里为止 我们第七节结束了 第七节 大家学起来感觉是不是要难一些 好难 但是我们要注意 抓住问题的关键啊 我们这里最终的目标是干什么呢 你要会设计这个带宽 如果你自己知道了这个事情 你会设计的带宽 实际上我们这部内容就掌握了 关于怎么样设计的带宽 实际上更多的内容 是在我们上一次课里面 就是RC高通 RC低通的问题 这一节课 今天的课程实际上就解决 我们怎么样把一个放大电路 最后等效成它的电路模型了 如果我们知道 它的确能够这样等效 而且也知道最终的等效参数 等效的电容和实际电路的哪些参数有关 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这事情就解决了 这就是我们学这一节的时候 要注意的问题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我们在学这一节的时候 你看书的时候 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就看着 就迷失方向了 就迷失方向了 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最后要干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要明确 第七节结束以后 我们整个这一章内容也就结束了 这一章整个我们大概花了14个学识 是吧 比较长的时间 至少有三个多星期 对吧 那么可能前面的内容 我们又淡忘了 现在我们把这一章结束了以后 我们再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 做一点点小节 这个小节是很简单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前面有多少 第四章的简单小节 我们看看这里没有全部啊 不是说把所有的内容都说全了 但是最主要的有些 有提了一下 BAT有两个拼结 这个还记得对吧 三个电极 记得 改变IB电流或者IE电流 可以控制IC电流 记得吧 这就是它的控制关系 第二个 BAT能正常放大 并且有合适工作点的要求是什么呢 发射阶正偏 极电阶反偏 这个都应该记得吧 直流通路的设计 就是建立这两个偏执 无论是哪一种阻态 偏执条件是完全相同的 这个还记得吧 是吧 偏执和阻态是没有关系的 好 再下面 组容偶合 组容偶合 它是有格子电容的 这种电路 它可以使静态工作点 不受信号源和负载的影响 有了格子电容 接信号源和接负载 原本设计好的静态工作点 不会改变 是吧 这是它的优点 但是它有缺点 不能放大直流信号 包括缓慢变化 频率比较低的信号也不行 也不行 这是组容偶合 放大电路的缺点 优点缺点都有 那么直接偶合呢 没有格子电容 它的优点就是它的缺点 是吧 或者是它的缺点就是它的优点 它能放大直流信号 但是它有缺点 它的优点就是它的缺点 是什么 信号源和负载接上来以后 有可能会改变它的静态工作点吧 有可能会影响它的静态工作点 这是直较偶合的缺点 那你就看电路怎么设计了 直较偶合放大电路 加上双电源 用双电源解决什么问题呢 实际上可以解决信号源供地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你用双电源电路 实际上可以消除信号源接入 对放大电路静态工作点的影响 可以消除这种影响 那信号源和电源就可以供地 当然负载不一定能够解决 后面供设供极电极供机极三种主态的判别依据 这个会判别吧 还记得吧 信号输入输出的电极 根据输入输出电极 与静态偏执无关 三种主态的动态指标各有特色 是吧 供设极的 供机电极的 供机极的 三种主态 我们包括今天已经介绍完的带宽 也是不同的 正义带宽极 是基本不变的 你三种主态 如果三级管不换 信号源不换 正义带宽极基本上不变的 下面两个模型 BAT的H参数模型和混合π模型 都是小信号模型 建立小信号模型 是将非线性器件线性化的过程 这都是一个近似 就是实际上是器件本身非线性的 我们要用线性电路来分析它 就用它的线性模型 这个线性模型 实际上就意味着 最后你设计出来的电路 一定会有非线式针 只不过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 如果你的工作点到了饱和期 或者截止区 那肯定是式针很严重 如果在放大区 实际上它也不是绝对线性的 它还是有一定的非线式针 可以用分析放大电路 在低频和通带内的各项指标 就是用H参数模型 到了高频区 就要用π了 换成π 高频区要换成π模型 来分析 分析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是吧 电路理论方法 把模型换一换 当然π模型 那么这个复杂程度 要比H参数模型要高很多 放大电路的静态分析 还有三种主态的动态指标分析 以及特点 还有电路参数和频率响应的关系 特别是那个上下线 FH和FL和哪些参数有关 这些内容是要熟练掌握的 要熟练掌握的 好 这里就是文字上面的一些简单的小节 后面呢有一个结构图 这个本章知识的逻辑结构图 看看 BAT的工作原理 首先我们介绍 介绍工作原理的时候 和半导体基础知识有点关系 PN节的问题 用它构成放大电路 放大电路有静态分析 静态分析要用电路理论的知识 然后再次是有模型 小信号模型有了 我们就可以获得动态电路等效的 小信号等下电路 有了小信号等下电路 在低频区分析动态指标 在高频区可以分析频率响应 在高频区分析频率响应 一定要用π模型了 这里用π模型 上面用S30模型就可以 那么分析的时候 电路理论的方法必须用上来 不知道大家这个电路理论 那个正确稳态响应分析 这部分知识掌握的怎么样 如果你这部分内容 掌握的比较好的话 对分析频率响应应该是不会发醋的 是吧 最后我们获得三种 最基本电路的特点 这就是我们这一张最主要的内容 最主要内容 当然这些内容都伴随着一些概念 原理方法和电路 都伴随着这些内容 那么整个这一张就是这么多 好 这一张呢 我们说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下次课呢 我们就开始第五张内容 第五张就学起来就要比第四张要轻松多了 轻松多了 第五张内容不多 有很多知识都是第四张的 在第四张的知识基础上面 再介绍一些新的 学起来就没那么多很新的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基础